依现在的医疗水平 叶阿姨恢复记忆的可能性很大 你走开 小萌 照片的事我想和你讲 不用了 我现在只关心我妈妈的病情 小萌 我和灵溪之间 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妈检查也应该结束了 我走了 扫苗结果已经出来了 发送到了主人电脑上 我们过去吧 我跟萧医生去看结果就行了 那我带我妈出去走走 让她休息一下 周总 这边请 妈 我们出去走走吧 妈 你还能记得你受伤时候的事吗 我受伤了吗 我觉得我挺好的 你记得我 记得阿姨 还记得花姐 但是为什么 却唯独不记得周叔叔 周叔叔 哪个周叔叔 就是周冰里周叔叔啊 妈 我相信你 绝对不会做出 伤害周叔叔的事 周冰里 周冰里 妈 什么 我头好痛啊 妈 来坐下 我 真的好痛啊 好了好了 你别再想了 妈 我更不会让别人来逼你的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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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妈 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 就目前的情况看 病人的恢复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脑部的积血正逐渐被吸收 但是速度还是比较缓慢 至于这个记忆障碍嘛 是不是还有别的治疗手段 以目前南越的医疗水准 我们医院是最好的 赵总啊 我建议可以考虑让病人接受一下 国外脑科专家的治疗 他们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对这类病人的相关研究 要相对开始得比较早 研究成果比较多 经验嘛也比较丰富